换个焦点 大马雨潭前一哥拿督里宗伟退役之后 我国男单好手李子佳备受看讨 可以在国际舞台上争取好成绩 可惜李子佳因为严重的食物中毒 无奈退出下个星期开打的香港雨球超级500赛 错过争取奥运积分的机会 国家队男单教练叶成旺 今天通过于总面子书透露李子佳的健康状况 食物中毒导致他昏昏欲睡 无法正常训练 只好选择退赛 李子佳可说是祸不单行 他在刚过去的福州雨球超级750赛第二圈 挑战日本世界第一桃田咸斗时 在落后的情况之下就因为食物中毒而退赛 而且在新出炉的世界雨连排行榜中 下滑一个位置 排名第14位 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希望李子佳早日康复 继续为国争光 美丽的第一条 群体